下面來關注中國消息 中共為舉辦篡政70週年慶典 瘋狂抓捕法輪功學員 近期山東青島平渡 5名法輪功學員同時被非法抓捕 家人去派出所詢問情況 卻被警察毆打至重傷 10月6日 明輝網報導 山東省青島市平渡市法輪功學員 展中香 周軍 周玉香 張俊英 王增梅5人 在去趕集途中被人召派出所警察非法綁架 山東平渡原法輪功學員陳振波說 是平渡的610頭子郭育成 火同國保和居委會非法抓捕了5名法輪功學員 還非法抄了他們的家 展中香的兒子叫邵展鹏 他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呢 他就到那個派出所去 要人嘛 要媽媽嘛 然後那個一個警察 他的警號是158172 他就毆打了那個展中香的兒子邵展鹏 邵展鹏的眼睛啊 鼻子啊 都搭出了血 身上多次吧 就搭出傷來了 眼睛被打的勢力就是都因爺甲查緊生了 就是0.15的勢力 陳振波說 展中香沒練法輪功前 只要天一冷必定感冒發燒 頭痛 肺病 腸胃病 關節炎便秘 長期的西藥中藥治療不見好轉 練法輪功後病全部都沒有了 而且他還是親朋同事和領導演中公認的好人 陳振波提醒 所有迫害法輪功的一定要看清形勢 法輪功真相很快會大白於天下 將來清算迫害罪惡時 你們該怎麼辦呢 天網恢恢 輸而不漏 請務必槍口抬高1厘米 保護和釋放法輪功學員 你們才能有一個好的未來 清台南記者長春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